今天财经快报 美联储推迟降息对我们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美联储及其广大全球受众认为 2024年将是降息的良机 但事实证明 价格通胀比几乎所有人预测的都要顽固的多 这些预期正在迅速消退 美国债势 避险买盘减弱期权交易员压住抛售将至 隔夜出现的避险买盘 在美国交易时段逐步减退 各期限收益率较前日仅下跌一杠两个基点 纽约时间下午三点后 十年期收益率回到4.615%附近 欧洲央行的温施称 在两次降息之后决策将变得更加艰难 欧洲央行表示 欧洲央行有明显的理由进行两次降息 但由于国内通胀压力的不确定性 欧洲股市连续第三周下跌欧莱雅上涨 受制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对利率长期高企的担忧 欧洲股市连续第三周下跌 欧莱雅因季度销售好于预期股价大涨 斯托克600指数伦敦市场收盘基本持平 此前一度下跌0.9% 德国央行行长 欧洲央行即使降息也应保持限制性政策立场 欧洲央行管委卧卧卧尔格表示 欧元区正在接近降息 但利率暂时必须保持高位以遏制需求 并最终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 这位德国央行行长在华盛顿接受采访时说 李世满联储行长Barkin 美国需求情况稳健但经济没有过热 李世满联储行长Tom Barkin表示 尽管内需强劲 但美国经济没有出现过热迹象 他在4月16日接受Outlets播客节目采访时说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需求强劲 美国WDI原由周五收高0.5%市场 关注中东局势发展 19日晚 美东时间周五 美国WDI原由期货小幅收高 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 一位前北约高官认为 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不会升级 尾盘 美股涨跌不移 纳指下挫于300点 20日凌晨 美股周五尾盘涨跌不移 纳指下跌超过300点 投资者淡化了 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事件的影响 转而关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与Netflix 与宝洁等最新一批财报 特朗普媒体科技 非法卖空正在重创其股票 特朗普媒体和技术集团表示 一种非法的卖空形式可能是其股票遭受重创的原因 他正在要求纳斯达克 NASDAQ FAA要求增加休息时间 以缓解空中管制员的疲劳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要求空中交通管制员 在班次之间休息更多时间 以应对一个专家小组提出的疲劳风险 由于美联储推迟降息 市政基金自2022年以来损失了大部分现金 投资者以一年多来最快的速度从市政债券基金撤出资金 因为他们出售资产以支付所得税 并试图在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利率的信号下保护收益 Meta推出最新为聊天机器人提供支持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LAMA3 Facebook母公司Meta Platform Inc.推出了强大的LAMA人工智能模型的新版本 这是他为跟上OpenAI和Alphabet Inc.的谷歌等公司的类似技术所做的最新努力 IMF二把手警告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引发油价飙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二号官员表示 中东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有可能引发油价飙升 这将破坏全球抗击通胀的努力 是的 我们可能会遇到严重的石油冲击 美联储重置降息时钟质疑利率是否足够高 一连串令人失望的通胀数据已迫使美联储重新设定首次降息的时间表 并重新评估价格增长轨迹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本周强调了这一信息 他表示 五盘 美股走势分化纳指跌于200点 20日凌晨 美股周五五盘走势分化 纳指下跌超过200点 投资者认为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不会升级为更大的冲突 双方都在淡化该事件的影响 欧洲央行行行长拉加德通胀前景面临的风险是双向的 欧洲央行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重申该行对潜在降息的立场时强调了通胀面临的上行和下行风险 通胀前景面临的风险是双向的 他周五在IMF会议期间举行的国际货币和语金 运输系统的早期预警为股市发出了风险信号 本周 那些运输货物并充当美国经济风向标的公司发出了一个信号 陶氏琼斯运输平均指数已跌至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有望连续第三周收低 欧股主要指数收盘涨跌不易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39% 德国DEX30指数跌0.63% 英国富时100指涨0.23% 法国KAC40指数跌0.01%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39% 同日科技登陆纳斯达克开盘暴涨后停牌 智通财经APP获悉 周五 专注于提供定制工业制造解决方案的按订单设计公司同日科技 DRSGUS 登陆纳斯达克 开盘上涨64.5% 保6.58美元 芝加哥联储行长抗通胀进展停滞美联储需要等更久才能降息 芝加哥联储行长Austin Gillesby表示 降通胀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停滞 有必要维持利率不变 以便从数据中观察经济发展情况 一季度财报超预期美国运通涨超4% 智通财经APP获悉 周五 美国运通 AXPUS 股价走高 截至发高 该股涨超4% 保226.255美元 该公司QE营收为158亿美元 同比增长11% 好于市场预期的157 美联储古尔斯比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 格隆会4月19日美联储古尔斯比表示 目前的紧缩货币政策适当 未来的政策将取决于数据 等待是有道理的 在做出降息行动之前需要获得更多的清晰度 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 美股半导体股普跌 英伟达 台积电跌超3% 格隆会4月19日ARM跌超5% 英伟达 台积电跌超3% 美国超微公司 美光科技跌超2% 日月光半导体 博通 麦威尔科技 英特尔跌超1% 德国财政部长 德国汽车是世界上最好 不必害怕中国的竞争 德国联邦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 林德纳对媒体表示 德国汽车制造商不必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 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大涨12% 致函纳斯达克抱怨股票被卖空 格隆会4月19日 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 DJTUS 盘出一度涨12% 保37.189美元 公司致信纳斯达克 就股票涉嫌空投卖空活动提出质疑 奈飞跌近9% 暗示二季度用户增长 积极势头将放缓 格隆会4月19日 奈飞 NFLXUS 盘出一度跳空 大跌近9%至556.6亿美元 消息面上 公司周四盘后公布业绩显示 一季度付费用户新增933万 较市场预期接近翻倍 分析师 料比特币涨势保持完好 格隆会4月19日 G The Block 比特币减半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 今天晚上9点左右开始 币安首席执行官Richard Tang 称 从历史上看 早盘 美股涨跌不移到指涨于180点 19日晚 美股周五早盘涨跌不移到指涨于180点 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有可能录得跌幅 投资者认为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打击 不会升级为更大的冲突 外交部 美方所谓产能过剩实为遏制打压中国产业发展 北京4月19日电针对近期美方持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话题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日在例行会上指出